我们修佛的人要明白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 练什么呢 练不知足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意 这叫真功夫 事不容易 佛教我们有个方法 尽宗通修 你用什么方法 来化解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尽宗的方法非常巧妙 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宗门大德成熟 不怕念习只怕觉知 什么念头 职者的念头 分别的念头 习心动念的念头 习气嘛 念头才乏第一念 第二念就回归到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 把这个念头打掉 只许心里头有一个念头 你分别它也好 你执着它也好 你起心动念也好 就是一个阿弥陀佛 一心不乱了 那这有分别有知识 是的 是有分别 是有知识 佛在经上叫做 知识名号 知就是知识 你只有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的感应在哪里呢 古报在哪里呢 在西方极乐世界 它跟六道不相应 它跟舍法界也不相应 它相应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什么 带业往生 带着你 知识名号这个业去往生 这是在八万四千法门 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 没有就难了 我们怎么成就啊 极乐世界 第一殊胜 就是准许你在这边 不是在别的 就在这边 支持名号 其他的全都放下了 这个也是净议 趁他未尽 他跟净土相应 他跟六凡不相应 六凡是人 四身法界也是净 他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量的 大量的 雅 大家 在免费